接下来我倒是比较重要的 我的头一天一定讲不完了啦 但是我想各位谈一谈 几个重要的为什么要换美人家 外面有我在卖产品 为什么要用美人家的原因 各位想各位谈一谈 首先第一个 其实我都生在毒中不治毒啦 你知道我每天在洗头 洗澡刷牙洗脸洗衣服的时候 其实就在慢性中毒了 而且排放出去的废水 就在污染整个环境 来各位 我要先谈谈几个重点喔 有一本书 这本书日本研究的叫做精疲毒 就是经由皮肤所吸收的毒性物质 精口毒就是不小心吃坏的东西会怎么样 上土下泄 吐到干净才会舒服 对不对 对不对 皮肤不会 透过皮肤吸收的会全部囤积在脂肪体 所以哪个地方脂肪多 哪个地方就是癌症耗发最多的时候 所以女孩子的胸部 腹部 有没有 生殖器官等等 其实脑部 这些都是癌症耗发最多的地方 那各位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 有没有 很多人的身体的部分 各位 你要发觉到 我去检查好像没事 可是就活得不舒服嘛 各位 这些亚健康的问题 很多都来自于精疲毒 那各位我想谈几个案例喔 来各位 接下来谈几个案例 第一个 你们家洗碗就对 各位 洗碗今天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化学活性界面剂 什么东西呢 油跟水倒在一起是不是不会混在一起 可是只要滴一滴喔 那个水就可以把油 油水就分离了 所以水就可以轻易的把污垢带走了 洗碗机里面放就那个东西 可是各位那个东西呢 用水冲五到十次 一样冲不干净 都会残留在 那个杯盘的毛细孔里面 可是遇到热就挥发出来 而且如果你偏偏我们吃饭 喝汤都喝冷的还热的 热的 都是热的啊 所以各位 这些有毒物质就直接进不到体内去了 所以我们肝脏都不太好 对不对 嗯 台湾人的心也不高 肝也不好 性肝都不太好 心脏病的也很多 是吗 来各位 再来你去看喔 家庭 如果说是家庭主妇 几乎富贵手的人都很多 是吗 再来各位 如果是做油汤没有 富贵手的伤害也很大 很多都没有指纹耶 那个都很严重耶 所以各位 其实这边最大关键就是化学活性界面积 所以其实本来就不应该用外面洗碗筋 只是不知道要用什么而已啦 好各位 我们再往下面来看 各位 再来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各位 你每天洗衣服吗 嗯 洗衣服洗衣精 我们都用水冲三次而已 对不对 就穿在身上了 可是Discovery跟我们讲喔 用水冲130次 在衣服上面仍然撤出强茧 那个就假 那个就是什么 就是 强茧跟磷酸炎 那各位 你看 冲三次 盖在身上 请问像不像 把那个一条根 贴在身上一样 那请问你一条根贴身上有用吗 有 有 没用是不是 你们基本上都不敢 一条根贴很粗哦 各位 一条根贴上 如果有用的话 那你穿上去这衣服 强茧 它就会吸收到皮肤 嗯 我跟你讲一件事哦 很多人只是换洗衣精而已 就怀孕了 哎呦 我这 哈哈哈哈 因为你每天都被化学物质 笼罩在身上啊 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 其实我们只要改变身体的状况 有没有 过敏敏感的问题很快就解决掉哦 各位 接下来呢 洗头洗澡 哦 这个 每天打这些化学物质涂在身上啊 各位这里面有个成分叫甲醛 甲醛就叫做浮马铃 泡尸体用的就是浮马铃 那各位 甲醛呢 它会怎么样 它会 它所产生的自癌因子 有没有 会直接伤害到 呼吸到 那后来回家洗完甲醛之后呢 甚至会造成晚上失眠的问题 过敏的问题 有没有 气喘的问题 各位 急性甚至会造成死亡 这些就是甲醛的危害哦 可是各位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用甲醛的产品 所以其实是不应该的啦 来 最后我再提提一下 各位 乙二醇品跟人机本分 各位 这两个就是不孕症的原因 生小孩天真地义 对不对 男人女人睡一起就生了嘛 真的吗 现在四对夫妻一对生不出小孩 我告诉你一件事很严重 以后你家儿子那个小鸡鸡长不起来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 各位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 现在目前很多的物种都灭绝掉了 现在的鱼类其实就是未来的人类 现在男性的精液有没有 精虫数啊 各位 不到二十年前的六分之一耶 那个是越来越严重的事情耶 那各位怎么办 我还是要生活啊 原君老师你今天讲完之后 我们回去就不要洗澡洗头了 不可能啊 怎么办呢 各位 美人家公司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回到大自然界里面去找天然的原料 美人来做自用品 各位 我要很 这个地方很骄傲的跟各位讲一件事 这是我们在座很多的 会记美人家真正的原因 是没有一家公司 这么专注的 有没有 用承诺的方式去保障 所有东西都从自然界里面去找原料 那各位来我们来看看哦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茶树精油 有听过吗 有 来各位 茶树精油有 那个是澳洲茶树啦 当地原住民呢 把这个叶子拔下来之后 捣碎 敷到伤口上面用来治疗外伤 各位 那美国人就把它提炼成精油 有没有 放在身上 各位现在刀伤烫伤 精油一滴上去 他立刻 你看着他立刻就止血 以他止血效果比云南白药的效果还要快三倍 所以各位我们都会带在身上有没有 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会只马上使用茶树精油 那各位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哦 曹精油本来就 再来我们是受伤的时候会擦双氧水点酒 对不对 各位 他的双氧 杀菌效果 是双氧水跟点酒的十一倍效果 所以伤口会收得很漂亮 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 而且受伤会痛嘛 他会很快就舒缓疼痛 所以也不会有疼痛感 所以各位 曹精油我们都会带在身上 有没有 随时用得到 我可以各位讲一件事 每天不是很仇粉哦 就把曹精油加到什么地方去 你知道吗 洗头 洗澡 刷牙 洗脸 洗髮精 沐浴乳 牙膏 这些加了茶醋精油 各位结果呢 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头皮屑 面泡 富贵手 香港脚 牙周病 妇女病 一段时间之后 竟然都好了 各位 过去用茶壶精油 现在呢 用更多的精油 还要找更多的天然原料来做产品 就是这样的原理做的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用每天这样的产品 会用到 其他有毒的化学物质 好 各位 茶壶精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哦 我给各位看一个小小的测试 来 这是一个盘子 可不可以帮我来一下 好 来 我们往前一点点 来 各位 啊 我的油性笔 哎 我的油性笔 还是谁有油性笔 哦 在这里 好 各位来 这是油性笔 这是油性笔 然后看哦 这是盘子 来我看一下 各位 我把油性笔写在上面 有没有 我姓王啊 天宁 好 各位 我写完之后 接下来呢 转个身 它其实就擦不掉了 对不对 那你看 它这样就擦不掉了 是吗 跟我们家里的污垢就像这样很 很 很不好处理 可是 当他遇到茶壶精油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当他遇到茶壶精油的时候 对 这样就擦不掉了 可不可以请哥哥到我前面来帮我一下吗 呵呵呵 好 我们来试试看哦 各位 当他遇到茶壶精油的时候 我把它递上去 来 哥哥后面有卫生纸 你帮我拿一张卫生纸 好 来 放直的就好 放直的大家看得到 各位来 对 你看哦 它轻轻一推 有没有 已经全部都污垢 都起进了 有看到吗 有 有吗 哥哥好擦吗 好擦 很好擦哦 各位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 美人家公司就是运用什么呢 天然的东西 有没有 来做清洁用品 谢谢你 那他具有很强的 渗透跟分解污垢的能力 而且完全不伤害物体表面 各位 用这样的原理呢 所以呢 再加上什么呢 各位再加上 像外面用的就是绿嘛 我们现在最近不是用了一大堆漂白水吗 对 我要说以后很麻烦哈 我们用绿在洗地板 等等的时候 各位 这些污水排放到水沟 进入到水壶里面去 有没有 各位以后就交成优氧化的问题 还有接下来酒精的问题很严重 这我们今天没办法讲了 再来阿摩尼亚 再来呢 所谓的零本二甲酸子 有没有 是什么东西 塑化剂 就是那个 就是 起云剂 我们是买的新酒品里面都搁搁 有没有 就加了这个便宜的东西 它就被搁搁啊 好各位 接下来部分呢 包括像硬质的研磨力 各位 你知道牙膏有很多硬质研磨力 所以牙刷刷刷 牙壁就越刷越薄 有没有 各位很多人的牙齿过敏很冤枉啊 越爱干净的牙齿越容易过敏 你就牙膏拿研磨剂 就是那个磨砂 有没有 每天刷刷刷 怪你的嘴巴爆去 对啊 那个都是这样子的关系 还有用人家 很多的期间洗完之后 东西洗了洗了 法案子就破坏掉了 好各位 各位再来再加上什么呢 三绿 三绿砂等等 各位 外面就是这些东西做的 那每人家用什么做呢 用潮油精油 还有各种精油 再来呢 各位每人家用椰子油萃取 再来用干 干醇酸 什么叫干醇酸 你知道吗 就是甜菜根 萃取出来的 各位 它具对于造化跟软化污垢 有很大的帮助 好 接下来部分包含像干油 有没有 所以用完之后 不会觉得手部的部分有干涩感 最后部分是什么 柠檬酸 去制作各种的产品 各位 讲不完啦 用酵素 然后呢 用那个什么益生菌 做沐浴乳 各位 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到说 它每一瓶产品 怎么会那么精彩 好 来 各位 来 最后一部分呢 美人家为什么要用美人家产品 各位 这就是我觉得我今天来最重要的目的 这一片小岛会污染 就是我们污染的啊 是 那各位 如果我们真正换美人家产品呢 会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原料更安全 品质又比外面的任何地方品质更好 如果我敢讲这句话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就换给它嘛 好 跟我看第三个喔 环境又更好 最后价格又更便宜 来 最后呢 这个都我不讲了 我想跟Kevin偷两分钟 好不好 没问题 来各位 我想提一看 你刚刚讲的很好啊 价格很好 品质很好 什么都听得很好啊 到底有办法 为什么有办法做成这样 来 各位 我跟各位讲 这两张图 如果你看懂没人家 就看懂了 我们看 过去工厂生产东西 是不是都会找总代理 那总代理之后呢 就会找大盘 中盘 小盘嘛 再加上广告费 卖到各个卖场去 你们家在那边买东西 结果各位 你知道吗 你在那边买的一百块东西 觉得很便宜 其实工厂出来不到十块啊 中间通路 你在付的全部都是这些钱 所以如果讲一件事 各位 我们买不到好东西 听得懂吗 其实我们买不到好东西的 但是各位 在美人家是这样子的 美人家 他自己生产 然后呢 你要买东西的时候 直接跟他打电话 他把东西直接寄给我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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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